中华修团便宜利用英地空间 搭着爱苏人休闲俱乐部的 完工餐饮与休闲的专属 这份用心和教室 参加美国健康休闲设计十字 所及办的第七次 尼多医疗空间环修比赛 得到最佳医疗设计中 以既定贵宾休闲事的 整个力量来设计 在中华修团便宜设计一处 爱苏人休闲国 这也是修团便宜的工作人员 二十四点前都可以利用这个地方 不管是肚子腰要吃东西 或是要洗身体休息都可以在这里 修团便宜一定标示 修团希望可以提供一处 全服务业服务来照顾完工 让完工可以更加用心照顾发展 医院是一个非常人力密集的服务业 未来不管有多少智慧化的工具 或者是系统进到医院端 医院里面基本上还是以人服务人 这样子的一个作为功能上的设定 所以医院里面 我们有非常多的服务人员 来提供我们整个医院的运作 我想在医院里面 它跟其他产业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地点 它是一个24小时运作的单位 而且它随时都有人在进行上班 随时都有人开始要下班 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形之下 怎么怎么样能够提供员工好的一个休闲环境 现在是所有的企业组 在医院的经营者 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在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工厂 他们可以根据三班的方式 来根据上班下班三餐来提供一些服务 但是医院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医院里面就如同我刚才讲的 每一个时段都有人上班 然后甚至医生根本没有所谓时段 上班或是下班 所以这样子一个情形 这个情状就非常类似机场 这项设计也得到美国健康设计十几个基盘 第七个年度医疗空间环境比赛 在外国省外空间租 得到最佳医疗设计奖的领导 让大白员工当家人一样看待 让他得到比较好的服务 不要说到了半夜肚子很饿 可是还是没有地方用餐 这样其实对工作同仁也是一个辛苦 所以这个环境不仅是在用餐舒适 或是在休闲或在心情各方面 都可以得到相对的放松 所以这是一个蛮好的设计 尤其是这样的设计也得到国际期刊的得奖 所以事实上总裁的领业一直蛮很先进 然后对员工的照顾也是不遗余力的 对了中华修团之外 在中边修团也有同样的设计 希望可以提供给完工有有美数学的休闲空间 新中华新闻白银林中华 蔡英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